您好,欢迎您步入MAT学院的包头Web开发课堂 这节课的学习主题是模板引擎晋级 主要内容包括 把模板内容放入独立文件 模板函数 模板中的变量管理函数 首先我们来学习 把模板内容放入独立的文件 在前面我们曾经给大家介绍过 Tambulate这个模板助手函数 它的功能就是渲染模板 而我们在前面所有的实例当中 这个TPL这个变量的位置 始终使用的是字符串 比如我们上节课所使用的这个程序 那么在这个程序中 Tambulate这个函数 说渲染的内容就是一个字符串 我们在程序中进行定义 而实际在Web编程过程当中 如果将这些网页代码 全部放到程序当中 会给修改 带来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 将HTML代码 放到单独的文件中 然后使用Tambulate这个函数 来进行渲染 下面我们来看 如何把模板内容 放入独立的文件 我们首先将上节课编制的 Web服务程序另存一份 在Tambulate这个函数中 HTML是一个字符串 也就是它是一个字符串变量 实际上这个HTML 我们可以把它修改为一个文件名 比如我们将这个字符串 重新保存到一个文件当中 作为一个模板文件 我们在这边新建一个文件 将它粘贴过来 将原来的程序中 HTML这个变量删除 由于这是模板文件 所以不用再定义HTML变量了 将文件另存为 由于模板文件 我们一般呢 给它一个特殊的名字 TPL或者是HTML扩展名 也可以呢 随意起一个文件名 这个呢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将它起名为 mytest.tpl 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这样呢 这个模板就成为一个文件了 我们再修改这个程序文件 在程序文件中 将HTML修改为 我们刚刚保存的这个文件名 mytest.tpl 这个模板文件名 然后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启动命令提示符 在命令提示符下 进行这个服务体程序 服务器程序已经启动 启动浏览器 访问这个网站 可以看到 这显示的结果 和我们上节课所介绍的 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 我们可以利用这里的 template函数 将模板 放入单独的文件中 这样呢 就是便于编程和单独修改 HTML代码 我们这里面返回的是一个 模板的次幅串 但是呢 它不是一个完整的 HTML代码 所以呢 我们一般会将这个模板文件 写成标准的HTML代码 这里面我们把它进行修改 将内容放入包底之中 保存这个模板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其效果和刚才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呢 我们这里面返回的是一个 标准的网页代码了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 模板函数 它是我们在编写网页模板时使用的 这个函数主要包括两个 一个是include 一个是replace include这个函数的作用是 在当前模板中包含 另外一个独立模板当中的内容 而且呢 我们可以将变量传递给另外一个独立模板 进行变量替换 那么这就是include 它的作用就是我们在 同一个网站的各个页面当中 有一些相同的内容 比如说街头导航街角等等 这些相同的内容 我们可以将它 放到一个单独的模板文件中 这样呢 方便修改 第二个函数 replace函数 主要用于继承模板 也就是将当前模板渲染的内容 放到另一个模板中间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将 网页代码中的公共部分 写到另外一个网页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实例 比如 我们刚刚所编写的这个程序 其模板 my test 那么这个模板中 有很多 那么在这个模板中 如果我们需要包含一个导航 而这个导航呢 就是整个网站所公共使用的 因此我们可以新建一个 单独的导航的模板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将它定层保存为 inv.tpl 我们在里面写入链接 我们在里面写入链接 保存这个模板文件 在my test的这个模板文件中 我们调用 inclose的这个导舟 它所包含的这个模板为 inv.tpl 由于这里面不需要进行变量替换 所以我们不对它传变量替换的参数 保存这两个模板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 这个导航已经包含到 这个my test的tpl 这个模板之中了 那么这是include函数的使用 下面我们来看 如何使用模板函数 rebase 如果说include 这个模板函数的作用 是将其他的模板包含进来 而rebase它的作用 就是将当前的模板 融入到另外一个模板中 那么有点是模板继承的 这么个意思 那么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使用它 首先将my test的这个模板 定存一份 将它保存为face 也就是护模板 然后我们将这个护模板当中的内容 进行一下修改 将多余的内容删去 然后这个护模板中 由于它要包含公共部分 所以这个导航还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在护模板中 用face 这个进行变量替换 保存这个模板文件 打开我们刚刚保存的另外一个模板文件 也就是my test.tpl 将公共部分代码删除 由于rebase它的作用 就是将当前的模板 陷入到护模板之中 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头 使用了rebase 在base这个之中 我们没有需要传递进来的变量 所以也不需要使用变量替换 保存 模板文件 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可以看到和刚刚显示的完全一致 这样呢 我们利用这两个函数 它的 这样我们利用这两个函数 就可以达到 简化网页模板的目的 rebase这个模板函数 它的作用是将当前的模板内容 嵌入到负模板中 而include这个模板函数 它的作用是将其他的模板内容 嵌入到当前的模板之中 所以我们灵活的运用include和rebase 这两个模板函数 非常方便的来简化我们书写模板 那么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模板函数 下面我们继续看 模板中变量管理函数 那么变量管理函数 主要包括三个 一个是definedName 那么这个函数它的作用是 测试这个变量Name是否被定义 如果定义了就返回true 如果没有定义就返回fels 也就是真和假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getNameDeport等于now 它的意思就是取得Name这个变量 它的值 如果这个Name这个变量是存在的话 就直接取得它的值 否则的话呢 就返回为call 第三个呢 就是setDeport 为Name这个变量 设定一个默认的值 value 那么这三个函数的作用 就是在模板当中 来进行变量管理的 以防止在渲染模板时 出现对未定义变量 进行变量替换 并导致模板渲染失败 下面我们来看实例 比如我们在这地方定义一个变量替换 保存这个模板 我们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测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VName 它进行了变量替换 而VName我们没有定义 也没有呢 在模板中进入传入 所以呢 它出现了渲染失败 但是如果我们对 这个变量进行变量管理 此时呢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信息 比如我们可以在模板当中 首先加入这样的一个函数 就是设置VName这个变量 它的默认值没弄 我们保存这个程序文件 在浏览器中再次测试 可以看到此时它输入了默认值 也就是默认渲染成为默认值 No 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程序当中 那么如果我们在主程序当中 传入了这个变量 我们来看一下会是什么效果 保存这个程序 在浏览器中继续测试 可以看到此时 这个模板当中设置的No 而在我们传入参数的时候 设置为Yes 那么起作用呢会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模板当中传入的Yes 也就是这个位置的输出 那么这是SetDefault它的使用 那么同样呢 如果我们在 获取Name变量的值 进行变量替换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呢 直接在这个位置进行获取 然后呢设置它的默认值 我们可以在变量替换时 使用这样的一句 然后呢我们将SetDefault删除掉 保存这个程序 我们将VName这个传递的参数 也将它删除掉 保存程序文件 然后呢我们在浏览器中进行测试 通过浏览器的显示 我们可以看出 这里面呢 渲染VName这个变量的时候 就使用了默认值No 那么同样呢 对于Default这个变量管理函数 我们也可以在模板中使用 这里呢我们就不再进行举例说明了 这节课的作业是 第一为项目网站 定义基础的附模板 也就是说你自己设定的 那个项目网站 你可以定义基础的附模板 然后呢 在网站项目中使用基于 附模板来生成网页 那么同样 如果你的这个网站当中 每个网页中有相同内容 你可以使用include函数 让它包含到这个附模板当中 是什么东西的附模板